三重区修德国小拥有多元社团 其中鼓队招生的对象虽然是从三年级开始 但是也有不少低年级有兴趣的学生加入 教练希望学生都能够透过同侪间的观摩 可以持续成长和进步 提到打鼓很多人会马上联想到节奏感 也因此让不少对打鼓有兴趣的孩子却步 但修德国小鼓队教练认为 其实孩子可以借由同侪间观摩来持续进步 这样子的小朋友其实非常多 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案例 就是我很有兴趣在打极乐上面 但是我在同侪之间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 我就是学习的特别慢 其实老师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然后只要给他提醒 然后让他持续的在这里面慢慢的去酝酿 他自己就会成长了 教练希望学生透过打极方面的练习 可以开发多元能力 未来在接触其他项目时 也不会因此觉得陌生 这一部分是我觉得会对小朋友带来 在往后他在接触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接触 他就不会那么陌生 然后他也很能够在音乐之下就能够舞蹈 然后律动的一个算是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体育的这种形态的一种方式 让孩子去多元能力开发大自己 很多人都觉得打鼓属于音乐的一环 但是教练反而认为这样的归类有些过于狭隘 通过打鼓其实可以表达很多状态 更像是一种舞蹈或是律动 我们打鼓有一些曲子是要需要很有气势的 我们打鼓有一些曲子其实是要很可爱的 那我们打鼓有一些曲子是要很严肃的 我们打鼓有一些曲子也是要活蹦乱跳 所以说其实这个虽然同样都是节奏 但是对孩子来说他其实是可以同一个时间 在同样的一个玩具下面 但是体验到很多不同的表演方式 跟学习不同的东西 虽然国队招生对象主要从三年级开始 但也有低年级有兴趣的学生加入 大家透过每周三下午固定的训练 都能很快跟上进度 看到很大的进步 记者沈仲林景瑜三重采访报导